润玉一席话,搞得在场憋笑声络绎不绝,谁不知道金光扇吃喝玩乐是一把好手摄日之争,更是从头到尾都在金灵台醉生梦死,魏无羡只觉得肚子都憋疼了,这润玉哥是不明则以一鸣惊人啊,我的妈呀,真是,不过这话也没错,人家没见过你有什么问题吗? 显然金光扇也想到了,这一茶脸色勉强哈哈哈哈哈哈闲职果真幽默啊,在下家中长辈均已故去,金宗主还是叫在下润玉吧,小小年纪,野心倒是大的厉害,也不看看自己的金粮,还想当天地亲戚 润公子可真是少年英雄啊,不知有没有兴趣,加入我兰陵金室呢? 碰壁之后,金光扇还是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金宗主,润玉哥自然是与我一起的,你这样吃相,未免太过了些,魏无羡对金光扇的感官如今已经跌到了谷底,自然没有什么好话,不错 润玉公子与魏无羡私交甚好,就算来也是,先来我云梦将是江城黑着脸,接了一句微不可查的,瞪了二人一眼,魏无羡你太过分了,我辜负与润玉说话你插什么嘴 金子勋此人脑满肠肥,自以为蓝陵金室为天线下膨胀的厉害,再加上没见过魏无羡,在战场上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模样,还以为是谣言夸大而已 这位公子,我与阿英的事情与你何干?金宗主还没说什么你这样急不可待,未免没规矩了些润玉只觉得此戒畸形的厉害 你不认识我?金子勋,自以,释迦公子只想着谁都要认识他,为何要使你? 在下自问,没有见过阁下还真是什么人都能仗着家世狂妄子,润玉公子说得不错 这位,金公子,谁规定必须认识你了?男子汉自当成恶扬善 你这样无耻也过了念明觉,向来是非黑即白的,对于这样的虎脚蛮缠,实在厌恶得紧 金子勋被三人轮流对过之后,脸色仗红地跑了出去 走之前,还自以为很厉害地横了三人一眼 蓝战从开始到结束一双眼睛,就没从魏无羡身上挪开过 蓝西辰还以为蓝战是在担心好友还宽慰了蓝战几句 回去的时候,润玉在江城的难看的脸色,以魏无羡身子需要调养,而莲花物重建 不利于静养为由,把魏无羡拐去了姑苏蓝室 看着不自觉凑到蓝战身边的魏无羡润玉,深藏公语名 蓝战蓝战你看到了吗? 今天席位上金光扇那张脸黑的,都快和郭迪有一拼了 真是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魏无羡一路上唧唧喳喳就没停过 而蓝战也听得认真 你的身体,蓝战言辞吞吞吐吐,与往日一点都不相似 攥在身后的手,也开始不自知的一张一盒 我的身体 魏无羡歪头疑惑我没事啊,他能有什么事? 润玉公子说你需要静养,可是出了什么问题? 蓝战眼神紧张,那是润玉哥随口说的理由 其实是他想看蓝氏的藏书来着,拿我当的借口 心宽如魏无羡,压根没注意到蓝战的一样 看得润玉都替蓝战拘了两把同情类 在蓝氏的日子,算是魏无羡这些天以来最轻松的时候了 蓝战这个小古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他很是宽纵,每日点心啊辣菜啊,天子笑啊,就没缺过 再加上润玉改良过的汤药,简直不要太美好 短短半个月,魏无羡的脸就圆了一圈 战场上消耗过大一直胖不起来的身子 这下像是鼓起的发面团子一样,肉眼可见地长了起来 其实眼下这样刚刚好,不胖不瘦 蓝战,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喂胖,就没有人和你抢别人的注意了 魏无羡鼓着脸桃花眼瞪着蓝战,自以为凶巴巴地,等着看蓝战的反应 如此可爱,蓝战一个愣神,竟是将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我,我是说,你之前太过销售,现在这样刚好 不胖蓝战语速极快,简直不像本人 哦,魏无羡只觉得心跳加速,按道蓝战这丝,就是个放电不自知的狐狸精 聂怀桑打着宗门之间要相互互动的旗号,时不时跑到姑苏蓝市看我好友 魏无羡一来二去的居搞成了一笔大生意 起因是这样的 魏无羡的招音旗和风鞋盘已经出具雏形的时候,被聂怀桑给看到了 然后聂怀桑表示 你出脑,我出力五五分账 送上门的钱,哪里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于是乎,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生意之路 阿英,云梦江市,没有给你月银吗 据润玉所知,如今的宗门弟子,每月都有属于自己的银子来着 怎么阿英还要靠自己赚外快的 之前的时候,我想要什么都是赦账的 月底会有人去莲花物结账为无限对于钱,倒是没有那么看重 那现在呢 摄日之争那么大的功劳,难不成那江城竟一毛不拔 现在莲花物重建用银子的地方多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这江家的倒是算盘转的厉害 光是战功,就能抵多半个僵士了 更不用提这些年的月银了 在场的都不是傻子 还有什么想不到的 聂怀桑对魏无限更同情了,心下决定一定要多补几位凶险 蓝锡尘也没想到江城会这样行事 而蓝战,蓝战你干什么? 魏无限看着手上的钱带震惊道 你先用着,不够再说 有喜欢的买下便是蓝战一想到江家这样对待魏无限心中就是一阵刺痛 魏英这样好的人 江家,金光善私下找过魏无限好几次都被蓝战给挡了连单独发来的请柬 也一并送了回去 根本没让他见到魏无限的衣角 经过润遇,有意无意地点拨 现在蓝战的政治觉悟,任督二脉,简直不要开得太明白 百凤山 因着是蓝陵金市举办的业劣风格,也是格外的浮夸 魏无限看了看,随处可见的金字雕饰 只觉得晃得眼睛疼 这么爆发户真的好吗 悄悄人家姑,苏蓝氏是多么的仙气飘飘 对比了夏蓝氏和金氏的风格 嗯,还是云深不知处好看些 虽然吃食和规矩多可架不住人家景色好啊 修仙之人搞得这么奢迷,简直是拉低档次啊,拉低档次 魏无限忙着吐槽,全然没注意将成时不时投过来的眼神 入场的时候,魏无限凭着一张风神俊朗的笑脸和亲和的感染力一己之力收获了 二分之一的话,蓝湛周身更冷了 偏偏魏无限这些天,对蓝湛肆意惯了 居然将手中把玩了半天的勺药抛向了蓝湛的方向 魏英蓝湛语气无奈,仔细听,还带着些纵容 不是我干的魏无限,双手举起,表示无辜 要不是在马上,他连双脚都能一起举 就是他干的蓝二公子身上的花,可还带着魏公子的体温呢 就是就是胆子大些的女修,纷纷调侃的不行 你们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 我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魏无限手上陈情转的 都能看到,残影了配上故作生气的俊脸 叫不少女修面红耳赤 金子轩出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江城和聂明爵入场的时候,也是一阵花雨乱飞 虽说这两位脾气,都不怎么好可架不住 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啊 江城,自始至终都黑着脸一言不发 只在路过江彦离席位的时候 伸手接过了一朵紫色小花 原本的梦瑶如今的金光瑶笑容 恰到好处地游走,在仙门百家之间检查着 是否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好,及时改正 这次的夜列算,是战事结束之后 第一场大型盛会规模,也是不算小的 一圈下来,金光瑶脸上肉眼可见的,布满了汗珠 刚一开场魏无限,就拉着蓝战,躲到了树荫下 这鬼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催动陈琴控制猎物,自行进入姑苏蓝市和云梦江市范围之后 魏无限就两三下,爬到树上,乘凉去了 蓝战你也休息会儿吧 猎物我,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心大的魏无限 说完,就当着蓝战的面 进入了梦乡,蓝战则轻手轻脚地从袖中取出那朵勺药,放在手中端向 不算小的勺药愣事,在蓝战修长的双手,衬托下,显得无比小巧 魏英,随风而逝的尼南,承载着主人炙热的情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